以爱之名为他而战 我今天为他而战的这个人 就是我的其他老妈 我想告诉他不要再管我了 以前你可以说我任性不懂事 现在我要自己做主 今天你来听我说 有请我们的追梦人登场 有请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高天娇 今年26岁来自于南昆明 今天是为谁来的呢 为妈妈而战 那如果现场赢得了这笔 祝梦基金 这个钱你怎么用啊 我想去北京挖张 我想去买一张去北京的车票 因为我的妈妈 她这26年来 关我特别严 不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 能自由地飞翔 可是妈妈管孩子 这个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但是她都管事情上 就不太一样 她要管我的话 像我从小跟好朋友出去玩 她都不让 我跟男生出去吃个饭 然后她都觉得 我跟男生有问题 一把把我拉着 头发疼 一把拽下来 一大把下去 我觉得一个女孩 我觉得我当时 连自尊心都没有了 我管你是应该的 你在台上说 妈妈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 你好吗 你哪好 你哪对起妈妈呀 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梦想的事 从毕业以后 我就一直留在了北京发展 然后发展的时候 她突然生病了 就把我给偷 北京给拽回去 不让我在北京发展 我听说回去照顾妈妈 对 好像妈妈又跟你提了一个 要求 对 她要跟着我去北京 然后她想开一家明信店 最后在河北的石家庄 找到这家店 生意也不是很好 你有跟妈妈 讲过你的想法吗 不敢 一直不敢跟她一起 为什么 就怕她生气 一生气了 就各种冲我发火 她妈妈今天也来了 对吗 来了 我不想见她 看到妈妈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特别反 我就想打她 自己打我自己 为什么她这样对我 这个问题 好像还是挺严重的 这样你稍微忍一下 好不好 控制一下自己 东哥把妈妈请出来 好吗 好 来我们掌声 请妈妈上场 有请 你好 你好 我是天娇的妈妈 她小名叫乐乐 我叫陈倩 一位老师好 刚才乐乐在台上 近乎于哭诉 说的那些都是事实吗 不是 所以妈妈选择的做法 直接到冷饮店 揪着乐乐的头发 就可以揪回来了 而且还掉了好多头发 是 我就得揪她 为什么我要揪她 我必须让她是个女孩子 她是六个半月 我泼了羊水了 保胎保了一个月 到七个半月生她 要我特别溺爱她 溺爱她 对